好 那还有哪些个股 这个时候是选股的一个标杆 有机会维持多头的发挥 好的 那岁末年初 选的除了这个短线要抗跌 而且还要具有长线的一个爆发力 甚至要高值利率 去做一个低档护盘的一个效果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潜力股 那我们先带来一个 4746的一个台要化 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一个日K线图 事实上它在底部来讲的话 也整理了 你看这底部整理了三四个月 也很漂亮 只要拉出一根关键性的一个长红来讲的话 可能会一个启动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周K线图 事实上台票是有提债 但是工资比较保守 但是次一个年度就不一样 你看那一波也涨了一倍多 那回档来讲的话 已经接近起脏区了 所以说这只要一爆发来讲的话 这会出现一个所谓 爆炸性的一个 这个爆发性的一个反弹 那它到底是怎样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呢 我们看一下它有两家子公司 母义只贵 第一个来讲台康生 那台康生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国安基金 然后加上整个这个鸿海集团的一个介入 它本身来讲相当好的一个标的 而且它有一万八千多张 它的成本只有十块 这算一算它几乎对 这个台药化的一个共建 超过三十块左右 十几块左右的一个这个EPS 而且这个台药 这个所谓台康生来讲的话 它目前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药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乳癌相似药 它现在已经送美国的一个FDA的一个审查 那这个药很厉害 它如果说顺利让它通过来讲的话 可以拿到这个6500万美金 几乎18亿 那这18亿来讲的话 这个相对来讲 会对这个它的一个贡献 相当相当的一个大 而且这颗药 这个是全球很普遍的一个药 是我们台湾健保第九大的一个用药 它的一个药 因为我们这个健保药支出 将近16.7亿的一个权利金 所以说这个药 我有跟它过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是拿到权利金之后 可能会跟像6499亿案一样 出现一个飙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来讲的话 第二档的来讲的话 它因为它最近有一个新贵的一个上市公司 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新药 那台新药有一个眼科的药 这个权利金也已经拿到了 就是2.8给大陆的一个公司 那这个台样化它本身 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前三季已经赚12.69 这个获利这么高 而且它一个净值62.5 那我想12块 那随便配一配 明年的一个殖利率 搞不好有机会会超过10%左右的一个空间 而且它是一个原料药道场 那酱血脂 维他命D 这个药都很普遍 而且它有能力会做疫苗代工 跟所谓的一个口无药的一个代工 这个明年来讲 然后或许会取得一个所谓的一个原料药代工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我们第二档 我们看一下2607的一个所谓的荣印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周K线图 理论上来讲的话 荣印我们在去年有推荐过 你看这一波这么飙涨 那回档来讲这里又做底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量缩 那去做布局的一个格局 而且它11月份出现一个爆炸性的一个 盈域的一个大转机 11月的营收竟然成长了8成多 将近9成的一个空间 那这里来讲爆发性会非常强 那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货柜 将近3万个货柜已经给阳明去用了 而且所以说它的一个营收 以前都做5 6亿 现在一口气就做到10亿多 而且它的一个 虽然获利还没有出现爆炸性成长0.66元 但是今年应该一块没问题 那明年来讲可能又会倍数成长 因为它的货柜已经开始租过去了 而且它净值是24块左右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是一个大资产股 而且它在这个所谓的一个 开了一个所谓全台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物流园区 那它有台北港的一个码头公司 所以说这里来讲又只有长龙集团 所以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想这里农运来讲可能是明年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的黑马潜力股 我们看一下农运的一个日K线图 那事实上它在这里底部也整理很久 那最后一档我们看一下这个3481的一个群创 那这档真的是很可惜 那因为今年应该赚到6块半没问题 随便配都可以配个3块 哇那指律率很可怕15%以上 而且它的一个净值那么高 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2D一高的一个个股 现在外资已经翻空为多了 所以说以目前来讲 群创应该也是一个明年黑马股之一 好那还有哪一些黑马这个建峰帮大家选的是两大指标 对没错其实基本上来讲话 当然像现阶段来讲话台股创下新高 其实很多的个股它是有在整理的一个情况 它都还没有创高 那你去追强势股我认为没有问题 因为台股在多头趋势之下的话 去追强势股其实是一个很正确的操作 没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他是不敢去追涨多的个股 那如果你不追这些涨多个股来讲话 你就要回过头来看说 哪些产业的趋势未来是向上的 那你去投资这样类型的股票来讲的话 我认为在操作上面的风险就会比较低 那获利的一个几率当然就能够提升 例如说第一档科 我会带来介绍是记忆体产业里面的 3006的一个经浩科 其实在记忆体这个产业来讲 未来很多的一个趋势都要用到 例如你说像元宇宙 他也要用到一些记忆体而且这个记忆体的运算速度呢 其实需要越来越快的情况 那你再来电动车也需要这个运算 还有AI的高速运算来讲话 这些都需要用到记忆体这个部分 尤其像立基型的一个低润来讲话 在未来的一个趋势持续往上走情况下 现在预估可能在明年3月会有缺货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真的在明年3月缺货的话 那这公布印球下面下去的话可能整个报价往上走一个速度就会比较快 就会加快 那当然对于一个股价来讲呢 就是比较有保障的情况 因为他的一个可以看到说他11月营收呢 也年增了30% 而且重点是他的筹码上来讲话 外资在这20天来讲也买超了1.2万张 但是你看他记住现行他的股价有涨很多吗 其实没有耶他的高点是出现在今年初 他高点在今年初所以他的股价其实整理的非常久 那目前股价是在月线附近做一个震荡测试支撑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还是稳稳站上月线 配合外资的筹码如果能够持续买超的话 我认为这到后面来的话一样稍微放量一发动 股价就有机会往上走 有一个波段一个空间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是可以特别来做注意的 那第二档个五号为大家介绍是一个太阳能产业里面的元金 其实太阳能产业来讲 他目前题材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像细晶元 在晶元代工产能满载情况之下呢 整个细晶元他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强 例如你看宽邱金来讲话 他也说他的订单基本上都看到明年甚至看到明年底 甚至看到明年底 就知道说他产业的一个供需状况来讲话 目前的确是非常吃紧的情况 那除了细晶元来讲话还有一个第三代半导体 像目前很多太阳能厂他是去转 做一个碳化系或氮化加的一个情况来讲话 所以他是有切入第三代半导体这个部分 这也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题材 那第三个呢 就是像元金这样切入低轨卫星车的部分 其实元金来讲话他是我们国内太阳能电池模组厂的一个龙头 例如说政府基金也入主了也入股他了嘛 那政府要推一个绿能政策的情况下呢 他们就用太阳能卖电给政府 卖电给政府 光这个卖电哦 光明年卖电给政府元金就会赚钱 元金就赚钱 其实元金今年是赔钱的 前三季都赔钱 那在第四季来讲话有机会 在第四季赚的钱去打消前面三个季度的亏损 所以在今年底就有机会去转亏为盈的情况 那明年预估可能会赚到2.2到2.5 为什么 因为他目前来讲话他是特斯拉太阳能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供应链 然后呢他又切入他的低轨卫星 SPACEX他已经开始出货 明年如果说啦 SPACEX如果正常的话 不要像马斯克说破产的话 原则上他出货会越来越多 那每年特斯拉他SPACEX是预计哦 发射2000到3000颗的低轨卫星上去 那一颗低轨卫星就要用到8600多片的一个太阳能电池 那这个目前呢就是有元金在做的出货 其实就算特斯拉真的破产不做 其他公司也要做 那元金他已经切入了一个低轨卫星的一个太阳能电池 代表说他是有这个航钛电池的一个技术来讲话 其实其他家厂商也会需要 所以我倒是认为是不用太过紧张 所以可以看到元金其实他11月份营收年增多少 年增131% 就代表说这个营收的确是有跟上的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到 今年有机会转亏为盈的情况下呢 明年EPS是预估2.2到2.5元左右 其实你用本益比目前太阳能本益比来看 大概20倍到30倍来讲话 其实现阶段股价在40元附近 其实是不算贵 而且可以看到最近投信 是蛮积极在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股价都还没有涨 他在高档去做个震荡整理的情况下呢 其实逢量缩拉回整理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好好来做个留意的 所以台北股市有在创下历史新高之际 那下个礼拜回来之后封关倒数四个交易事 那提到除了我们主委呢 维持一项比较乐观的看法之外 明年台北股市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那今天呢 Cursor包括建峰也带来未来的一个蓝图的规划 那台国2022年当然有新的旅程 会有新的希望 也会伴随新的挑战跟新的风险 所以哪一些明星产业值得来做追踪 这也是股市周报会为您提供的一个重点方向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孟平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